这是价值两亿的私人豪宅 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小岛上 总占地面积9.9英亩 共有7间卧室和10间浴室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迷人的海边美景 让你感受海风拂过脸颊以及一人的美丽景色 今天跟随浩哥一起参观这座夏威夷豪宅吧 我们通过这条私人车道来到你的庭院 车道与棕榈树很好地对齐 在这里的水井是你的丛林池塘 很好地与豪宅外部融合 里面还放着美丽的鱼儿 这真是太美了 现在我们进入豪宅的大门 整个空间更是非常的宽敞 并且你在这里还可以望向室外的迷人景色 座位区的沙发布置也是采用多种颜色设计 配备了你的电视和内置的扬声器 在正中央还有一张非常独特的咖啡桌 近距离看有一个不锈钢球在里面不断地移动 每30分钟就会形成一个不同的图案 真是太棒了 在前面就是你的正式用餐区 餐桌采用金属框架以及玻璃设计 这里可容纳8个人 与旁边的厨房搭配更是相得益彰 现在我们参观你的厨房区 更多的装饰采用这些温暖的木质色调与橱柜 并且在正中心还有一个华丽的倒台 还带有木质的座椅 看起来也是很有现代感 在旁边的橱柜还配备嵌入式微波炉和烤箱 最里面的倒台采用大理式台面设计 燃气灶 抽油烟机 以及橱柜都是一应俱全 接着我们来到后院参观 这里有两个人工水井流到你的无边泳池 看泳池之前我们先来到户外厨房 就在中心有一个燃气烤箱 你可以带上你的小伙伴 在这个户外区域进行一个烧烤聚会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泳池区 它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覆盖马赛克瓷砖 在旁边还配备了小型的按摩浴池 并且前面还有卡帕路亚湾 以及美丽的拉奈岛 在这里游着涌望着这样的美景 简直是不要太享受 往前走还有一条小道 它可以把你带到下面的海上私人通道 可以在这里跳水 浮潜等娱乐项目 绿色的屋顶与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 这样的室外空间我真是太喜欢了 最后我们来到主卧室参观 整个空间非常的宽敞 在中央有一张特大号床 在旁边有一个很小的休息区 滑动玻璃门还可以把你带到后院 四周到处都是氛围灯的设计 很好的渲染 接着来到你的主浴室 带有两个水槽的悬浮式梳妆台 采用天然的石材面设计 而这个不如是淋浴间的背景墙 采用纹理配对 玛瑙实质的背景墙 看起来非常的亮眼华丽 所有的淋浴设备也是非常的齐全 可以享受到你舒适的淋浴 在旁边还配备了独立浴缸 巨大的窗户也可以让你欣赏到美丽的风景 而且按下按钮玻璃窗还可以蒙上霜 这样就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隐次了 最后我们来到第二间浴室 这个空间真是太酷了 在正上方有一个玻璃屋顶组件 自然光很好的进入浴室 中间还是配备了你的独立式浴缸 在这宽敞的空间泡在浴缸里享受室外美景 如果拥有了这座豪宅 我大部分时间都会选择在户外 毕竟这样的户外美景实在是太美了 好了 这就是美国夏威夷豪宅的介绍 不知各位小伙伴们喜欢这样的海边美景吗 评论区讨论 我们下期见